今天主题是 吉利波山的惨败 经文是我们刚刚读的 萨上第31章 吉利波山之战 是扫罗王人生的最后的一场战役 结果他一败涂地 除了这场战之外 扫罗这一辈子从来没有吃过一场败仗 正如萨上第14章所说的 我们一起来读 扫罗执掌以色列的国权 常常攻击他四围的一切仇敌 就是摩押人 亚门人 以东人 和索巴诸王 并非利式人 他无论往何处去都打败仇敌 扫罗无论往何处去都打败仇敌 他所向披靡 扫罗王是一个长胜的将军 他屡战屡不是屡败 那是屡战屡胜 从不失败 虽然有时候扫罗是父辈受敌 几乎要灭顶 惊险万分 但是最后他总是死里逃生 平安脱险 反败为胜 总是得胜的 扫罗是一个打不倒的王 不倒翁啊 他这一辈子都耀武扬威 春风得意 无往不善 但是他人生的这最后一仗 就是激励波山之战 扫罗却栽了一个大跟头 他彻底失败了 他大跌倒 大垮台了 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 激励波山的惨败 好 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经文 撒上三十一章 这是萨姆尔记上的最后一章 其实啊 撒上跟撒下呢 是一本书 是一气呵成的 这最后一章呢 不过是暂时的一个钟了 好 在这一段经文当中 我们看到了 激励波山之战 惨败的结果一共有四点 第一点是一到六节 是以色列的军兵一同死亡 同归于尽 一到六节 好 第二点呢 是第七节 是以色列的百姓 弃城逃跑 困苦流离 第七节 好 第三点呢 是第八到十节 是以色列的仇敌 就是非利式人 他们亵渎又夸慎 气焰嚣张 八到十节 而第四点呢 是 十一到十三节最末了的 是以色列的勇士 激烈亚比人挺身而出 尽上自己的本分 十一到十三节 好 我们先看第一段 一到六节 以色列的军兵一同死亡 同归于尽 看第一节 三十一章的第一节 我们同身读 非利式人与以色列人争战 以色列人在非利式人面前逃跑 在基利波有被杀扑倒的 好 请注意三个动词 第一就是逃跑 第二是被杀 第三是扑倒 哇 你看以色列人 兵败如山倒 他们逃跑 被杀 扑倒 上一次啊 这三个动词同时出现 是在第十七章 撒上的第十七章 当大卫打死大巨人戈利亚的时候 我们一起读 五十一节 大卫跑去 站在非利式人身旁 将他的刀从撬中拔出来 杀死他 割了他的头 非利式众人看见他们讨战的勇士死了 就都逃跑 注意啊 逃跑 好 五十二节 以色列人和犹大人便起身呐喊 追赶非利式人 直到加特和以格伦的城门 然后呢 被杀的非利式人怎么样 倒在沙拉因的路上 直到加特和以格伦 注意到这三个动词没有 撒上第十七章 是谁 谁在逃跑 是非利式人逃跑 被杀 扑倒 这一次三十一章轮到谁啊 轮到以色列人逃跑 被杀 扑倒了 上一次十七章 是大卫割下了非利式的大巨人 是非利式人 哥利亚的头 这一回三十一章 是非利式人割下了以色列的大巨人 谁的头啊 扫罗的头了 风水轮流转 上次十七章 是非利式人吃败仗 这回三十一章 是以色列人吃大败仗 为什么以色列人会在激利波山惨败呢 为什么 三十一章为什么惨败 因为扫罗嫉妒大卫 把大卫给赶跑了 当大卫在的时候 大卫就割下了非利式人的头 现在大卫被赶跑了 非利式人就割下了 谁的头啊 扫罗的头了 扫罗是自食其果 他最有应得 我们再读第二节 第二节 非利式人紧追扫罗和他儿子们 就杀了扫罗的儿子谁呀 约拿丹和雅比拿达 和麦基书亚 我们不知道啊 那两个儿子的灵性光景如何 但是我们对约拿丹了解不了解 很熟悉啊 圣经对约拿丹一点负面的记载都没有 全部都是正面的 第十三章啊 是第一次提到约拿丹的名字 约拿丹攻击加巴非利式人的防疫 约拿丹是个大能的勇士 他积极主动的进攻仇敌 之后呢十四章 我们再一次看到约拿丹的勇气和信心 记得当时扫罗被非利式人的大军团团围住 只剩下六百个以色列人寡不极重啊 第六节 我们一起读 约拿丹对拿兵器的少年人说 我们不如过到未受割里人的防疫那里去 或者耶和华为我们施展能力 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 不在乎人多人少 结果凭着约拿丹的勇敢和信心 以色列人就反败为胜 打了一场大胜仗 后来到十七章 你记得大卫打败了哥利亚 约拿丹看到了 哇 他就爱上了大卫 然后十八章 约拿丹爱大卫 如同爱自己的性命 就与他结盟第四节 约拿丹从身上脱下了外袍 给了大卫 又将战衣 刀 弓 腰带 都给了大卫 这叫做英雄习英雄 约拿丹跟大卫 同被引灵所感 所以约拿丹就爱大卫 爱得要命 如同爱自己的性命 而后来呢 他的爸爸扫罗 嫉妒大卫 想杀害大卫 约拿丹的儿子就挺身而出 他三番两次的保护大卫 帮助大卫 最后一次在撒上二十三章 约拿丹更跑到树林里头 去鼓励大卫 我们看看二十三章十六节 同身读 扫罗的儿子约拿丹起身 往那树林里去见大卫 使他依靠神得以兼顾 你要知道 约拿丹是以色列的王子啊 他是扫罗王位 名正言顺的合法继承人 但是他却离开了他华丽的皇宫 和他安苏的环境 跑到荆棘重重 到处都是昆虫 还有蚊子的树林里头去寻找大卫 为什么 不是去除掉他的对头 乃是去让出他的宝座 约拿丹甘心把他的国度权柄荣耀江山都拱手 让给大卫 为什么 因为约拿丹所求的不是他自己的益处 乃是上帝的旨意 他所求的不是他自己的国 乃是神的国和神的义 所以当他父亲扫罗 正在到处通缉大卫 捉拿大卫的时候 约拿丹跑到树林里头去 鼓励大卫 兼顾大卫 约拿丹对大卫怎么说呢 我们读17节不要惧怕 我父亲扫罗的手必不加害于你 你必做以色列的王 我也做你的宰相 这是我父亲扫罗之道 于是二人在耶和华面前立约 好重要立约之后 他们往哪去了 大卫人住在树林里 约拿丹就干嘛 就回家去了 奇怪啊 听众伯 既然约拿丹爱大卫 而且他誓死的要效忠大卫 他说你做王 我做宰相 我不跟你抢 我让位 既然如此 那么为什么 约拿丹不留在树林里头 跟大卫一起同甘共苦呢 为什么他还要回家去 跟他爸爸扫罗 住在一块住在王宫里呢 不但如此 约拿丹更跟他爸爸一起出征 并肩作战 到最后他跟扫罗一同死在战场 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不留下来在树林里 伴随大卫 为什么 因为约拿丹是一个孝子 他不但是一个忠心的朋友 他更是一个孝顺的儿子 他忠孝两全 所以他甘心伴随他堕落的爸爸 一直到死 尽管他不赞成他爸爸的反叛 他也不支持他爸爸迫害大卫 但是约拿丹仍然敬上了儿子的本身 他敬上了孝道 一直伴随爸爸 致死忠心 好 第二节 第二节扫罗的三个儿子都战死了 我们继续看三到四节 非利式人来势汹汹 第三节 士派甚大一起读 扫罗被弓箭手追上 射伤慎重 第四节 就吩咐拿他兵器的人说 你拔出刀来将我赐死 免得那些未受割礼的人来赐我 凌辱我 但拿兵器的人甚惧怕 不肯赐他 扫罗就自己扶在刀上死了 请问呢 扫罗的死是不是勇敢的献上生命 光荣的为国捐躯 是不是 不是的 扫罗的死不是一个烈士的牺牲 乃是一个懦夫的逃避 他的死跟他儿子约拿丹的死 有本质的不同 约拿丹是为了顺服神 他甘心乐意的舍命 光荣的捐躯了 而扫罗不一样 他是为了保住自己的面子 为了保住自己的形象 他就羞辱的自杀了 自尽了 注意啊 这段经文里头 扫罗自杀的动机是什么 他怎么说 他说免得非利式人来赐我 来干什么 凌辱我 你看到他临死前一刻最关心的事就是什么 赐我 凌辱我 不要让别人凌辱我 不要让别人来羞辱我 哇 扫罗唯一关心的就是他 他自己的荣耀 他自己的形象 我 我 不要羞辱我 正如啊 你知道 美国1950年代 红得发紫的一个电影明星叫做Jimmy Dean 你们都不知道 我这老一辈也许晓得一点 他说 我宁可年纪轻轻就死掉 为什么 因为这样呢 我可以永远在人们的心目中留下一个美好的形象 听到没有 年轻死掉 永远保持美好形象 结果他如愿以偿 24岁就撞车死了 扫罗的心态啊 跟这个自我中心的大明星一模一样 他最关心的就是人们怎么看待他 其实扫罗应该关心的不是人怎么看他 乃是谁啊 神怎么看他 他应该关心的是如何逃避神的审判 如何逃避地狱的勇火 但是扫罗临死前根本就没有想到这些事 什么神的国度 神的荣耀 神的审判 他都不在乎 他只关心我的形象 我的荣耀 他为了顾全自我的形象 不受别人的羞辱 他就自杀了 请问 弟兄姊妹自杀对吗 十届的第六条是什么 不可杀人 包括不包括自杀呢 包括 扫罗的自杀 其实表明了他一贯的作风 就是他对神的反叛 对神的悖逆 神说不可杀人 扫罗却说我偏要杀 我就要杀怎么样 神说生死的大权操在我的手里 唯有我可以决定你什么时候死 你在什么地方死 你怎么样死 我决定 扫罗却说不 我要自己做决定 我要怎么死就怎么死 不要你管 我就要死给你看 他就吩咐 拿他兵器的人 拔出刀来 把我刺死 但那个人不敢 对 没有错 大卫也不敢 伤害耶和华的兽膏子 那个人也不敢 扫罗就 你不敢 他就篡夺了 神所掌握的生死大权 他就自己动手 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扶刀死 扫罗就这样 在他的反叛悖逆中沉沦了 灭亡了 下地狱了 他不可能得救 他到死都没有悔改 我们读第五节到第六节 拿兵器的人见扫罗已死 他也伏在刀上死了 第六节 这样扫罗和他三个儿子 与拿他兵器的人 以及跟随他的人都怎么样 一同死亡 不管是国王 还是王子 还是贵族 还是平民 还是小兵 不论高低 不分贵贱 都在这场战争 激励波之战上 死了 一同死亡 全部死了 同归于尽了 这是第一点 一到六节 以色列的军兵都一同死亡 同归于尽 我们再看第二点 第二点是以色列的百姓 弃乘逃跑 困苦流离 我们读第七节 住平原那边 并约旦河西的以色列人 见以色列军兵逃跑 扫罗和他儿子都死了 也就弃尘逃跑 非利式人便来 住在其中 好我们来看看 战争之后 活人的回应 好多人死了 但是活着的人 怎么回应呢 有两个回应 第一 是 战胜国的回应 非利式人的回应 第二是 战败国的回应 就是以色列人的回应 首先来看看 战败的以色列人 战败国 他们就弃尘逃跑 成了难民了 你知道难民生活 refugees 颠沛流离 是很艰难很困苦的 这是第二点 以色列百姓弃尘而逃 困苦流离 我们再看 战胜的非利式人 他们便来住在其中 他们就进来霸占了 以色列人的领土 城市和房子 你可以想象 就像当年 日本侵略中国一样 他们是何等的霸道 何等的蛮横 何等残酷 何等嚣张 这些非利式人 进到以色列的领土 他们横冲直撞 目中无人 不可一世 就抢占了他们的住处 这是第三点 以色列的仇敌 亵渎夸胜 气焰嚣张 我们一起来读八到十节 次日 非利式人来 剥那被杀制人的衣服 看见扫罗和他三个儿子 扑倒在基利波山 就割下他的手机 剥了他的军装 打发人到非利式地的市井 报告与他们庙里的偶像和众名 又将扫罗的军装 放在亚斯塔路庙里 将他的尸身 钉在博山的城墙上 看到没有 这些战胜的非利式人 他们尽其所能 羞辱战败的以色列人 当他们发现 哇扫罗和他三个儿子 也躺卧在死人堆里的时候 哇你看你看这个大高个 这不是扫罗王吗 那三具尸体这么高大 哇不是扫罗的儿子吗 他们发现新大路了 他们欢喜若狂 高兴坏了 就把扫罗的什么脑袋瓜给割下来 又把他的军装给拔下来 还把他的尸体 不仅是他的 也包括他三个儿子 还有约拿丹的 都赤裸裸的 钉在波山的城墙上 不但如此 他们跟打发人去 到了非利式的市井 报告他们的好消息 这是福音 听福音啊 非利式人我们得胜了 以色人大败了 如果有人问 你怎么知道 他们就说你看看 这不是扫罗的头颅吗 那个不是扫罗的盔甲吗 这些就是证据 耶和华的受高者 扫罗已经死了 我们得胜了 感谢我们的神明 他们就把扫罗的军装放在哪 亚斯塔路 就是他们的女神的庙里 亚斯塔路是大滚的太太 就放在亚斯塔路庙里头 不但如此 根据历代志上的十章十节 他们又把扫罗的首级 就是扫罗的大头 钉在大滚的庙里头 非利式人把一切的荣耀 一切的颂赞都归给谁啊 都归给他们的假神 归给他们的偶像 归给亚斯塔路 归给大滚 归给假神 因为在非利式人眼里头 扫罗王的死就象征着 耶和华的失败 扫罗是耶和华的受高者啊 所以他死了就证明 耶和华输了 你看我们的神呢 大滚就赢了 大滚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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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欢喜若狂 这就是三十一章 激励波山之战 惨败的结果 有三点 记得吗 第一点是什么 以色列的军兵一同死亡 同归于尽 第二点是什么 一起读 以色列的百姓 弃陈逃跑 困苦流离 第七节 第三点是什么 以色列的仇敌 亵渎夸胜 气焰嚣张 八到十节 你看看 这段经文 一到十节 这段经文里头 所用的动词 第一节里头 用了哪些动词 三个动词 逃跑 还有被杀 还有扑倒 第二节 什么动词 颈椎 还有杀 颈椎 第三节 什么动词 追上 还有射伤 第四节 什么动词 扒刀 拔出刀了 然后刺死 用了几次 刺死 两次 刺死 还有 凌辱 凌辱 第五节 什么动词 死 死 两次 对不对 第六节 死亡 第七节 逃跑 对不对 逃跑 两次逃跑 还有一次 死 第八节 什么 扒 扒了他的衣服 还有被杀 第八节 还有扑倒 第九节 什么动词 割下 割下他的头 还有呢 剥夺 剥夺他的军装 第十节 钉在墙上 哇 钉起来 哇 好残忍哦 你注意到没有啊 上三十一章 刀光剑影 杀气腾腾 最后呢 雪流成河 横尸遍野 到处都是死亡 死亡 死亡 以色列军兵 都一同死亡 通归于尽啊 这就是战争的结果 真是 几家欢乐 几家愁啊 一方面 神的百姓 以色列人 大大的爆亏蒙羞 他们弃城而逃 他们颠沛流离 受尽了气凉 受尽了凌辱 另一方面 他们仇敌 非利式人 却大大的亵渎 大大的夸慎 他们小人得子 他们耀武扬威 他们气焰嚣张 他们横冲直闯 哇 这真是一幅 是非颠倒 黑白混淆 一片混乱的景象 外邦人 非利式人 在那欢喜快乐 在那耀武扬威 而神的子民 以色列人却在那 哀声叹息 黯然身上 默默流泪 丁子妹 天灾人祸 会给我们带来许许多多的困扰 有些美国大兵啊 从伊拉克战场回来 你知道 就要上神经病院 就要接受心理治疗 甚至有一些自杀 我就知道一对夫妻 住在弗吉尼 他们是基督徒 还跑到中国去教国书 他们的儿子 跑到伊拉克 去打仗回来 回来之后 就成天闷闷不乐 哎呀 忧郁啊 最后 就自尽了 还有 日本的大海啸 Tsunami Disaster 过了以后 或者 四川的大地震 过后 或者美国的911 过后 许多的生还者 都患了抑郁症 就算他们生命保全了 他们的心灵 却受了极大的冲击 我顺便说一下 很可惜啊 这个自杀的男孩 如果他听了这篇道 也许他就不会自杀了 真的 神的话里有答案的 太可惜了 没听见神道 他的父母都姓主 但这个男孩竟然自杀了 他受不了 冲击太大 为什么 为什么会 受那么多打击 因为他们的困惑 找不到答案 正如 激励波山之战 惨败之后的生还者 他们心里头 充满了困惑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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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色列军兵 不分好歹 不分善恶 好人坏人 都一同死亡 都同归于尽呢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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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色列的百姓 这么多无辜的小老百姓 哇 都困苦流离 都弃城而逃 哇 都受尽了欺凌啊 还有为什么 为什么 以色列人的仇敌 他们那么邪恶 他们拜偶像 这些非历史人 他们竟然如此的气焰嚣张 这样要武揚威呢 为什么 约拿丹 扫罗的儿子约拿 这样一个好人 会死得那么惨呢 为什么 这两个人 约拿丹扫罗会同归于尽呢 都死掉了呢 根据三十一章最后两节 激烈雅比人 将扫罗和他儿子的尸身 从博山城墙上取下来 一起埋葬 可见 约拿丹的尸体 是不是跟他爸爸扫罗尸体 一同挂在那 是不是一起 哇 约拿丹的尸体 跟扫罗尸体都一起赤裸裸的 悬挂在树山城墙上 受尽了羞辱 这是个令人百思不解的难题 为什么 义人和恶人要一同死亡 那个恶人扫罗自杀 最有应得 我们都可以理解 扫罗该死 但是为什么义人 这个好人约拿丹 也不得好死呢 记得约拿丹已经跟大卫立了约了 他要让出他的王位 让大卫做王 他要做宰相 既然如此 为什么神不让约拿丹 如愿以偿呢 你看他们两个人 左右绑壁 彼此配搭 一同治理以色列国 这岂不是天作之和吗 为什么神不成全约拿丹的心愿呢 为什么神要让约拿丹 半途夭折 死于非命 死得那么惨 还悬挂在城墙上赤裸裸的 让人羞辱呢 为什么神不让约拿丹 这样的好人寿终正寝 平安的过世呢 我们中国人俗话不说了吗 好人一生平安 那为什么约拿丹这样的好人 却如此的不平安 不顺利 不恨通呢 为什么他那么倒霉呢 为什么小人得志 为什么一人反而受苦 为什么这世界这么不公平啊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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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人是想不通 就发神经病了 或者患忧郁症了 甚至有人崩溃 有人自杀了 蹦一枪就解决掉了 有没有答案 感谢主 圣经 神的话语 在这段经文里头 给了我们答案 有答案 圣经里头有一个 代表性的原则 representative principle 代表性的原则 这是神做事的法则 他要借着他所设立的元首 我再说一次 神要借着他所设立的元首 就是头 代表 这个头 这个元首来代表整个群体 例如啊 神设立了亚当 成为人类的元首 亚当 来代表全人类 神又设立了基督 成为教会的元首 来代表所有的信徒 基督是教会的元首 是头 所以元首这个头呢 就起到了关键性的 起到了一个代表性的功用 这个头 这个元首 这个王 所做的决定 都要归算到 他整个身子上 我再说一次 头所做的决定 元首的决定 要归算到整个群体 整个整体的身上 例如啊 美国总统布什 上一届总统 他一个人向 伊拉克宣战 他一个人宣战 结果全美国就一起参战 因为布什是代表 美国人的元首 又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末期 在1945年8月15号 日本天皇 在广播上正式宣布 我们日本人 今天无条件投降 他一个人投降 紧接着世界各地的 三百万日本大军 全部都陆续的缴戒 投降了 因为日本天皇 是日本人的头 他是元首 他代表所有的日本人 因此当他一个人决定 他一个人的决定 就归算到 所有的日本人身上 照样啊 弟兄姊妹 神设立了扫罗 成为以色列人的元首 扫罗是耶和华的受高者 他是以色列人的王 是扫罗的决策 不论是善是恶 是对是错 都跟所有的以色列人息息相关 难怪圣经里头 在提前第二章一到二节 吩咐我们要为执政掌权的人 祷告 我们一起读 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 祷告 代求 祝谢 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 使我们可以敬前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 掌权者 掌权者的每个决策 不论是直接的或间接的都影响到他所管辖范围之内的所有的百姓 所以我们要为掌权者祷告 因为他是代表百姓的元首 他是头 要为他祷告 你记得上一次 上一堂课 我们查考了撒上第三十章 上次讲的主题是什么 一个英明 果断 慷慨的王 是谁啊 撒上三十章 是大卫 撒上三十章 大卫跟谁打仗 亚马利人争战 对不对 结果呢 赢了输了 凯旋而归 他失而复得 一个也没有失落 不但如此 大卫 更与那两百个软弱的弟兄 分享了略物 对不对 平分略物 更与犹大的众长老 分享了礼物 凡是在大卫 这个元首 管辖范围之内的犹太人 都跟大卫一同沾光 一同蒙福 皆大欢喜 因为大卫是他们的元首 对不对 好 如今三十一章 三十一章 扫罗跟谁争战 非历史人 结果呢 赢了输了 一败涂地 他爆亏蒙修 他自杀而死 不但他一个人遭殃 而且他三个儿子 跟他一起倒霉 还有他拿兵器的人 和所有跟随他的人 也都一起同归于尽 一同死亡 不但如此 凡是在扫罗王 这个元首 管辖范围之内 所有的老百姓 都弃沉逃跑 都跟扫罗一起下水 一同遭罪 全国上下的流离失所 哀鸿遍野 这两个王 大卫跟扫罗 这两个元首 两个代表 打了两场仗 结果一个大胜 另一个惨罢 这两个截然不同的结果 成了鲜明的对比 你知道吗 撒上三十章 跟三十一章 这两场仗 可能是同一时间 同步进行的 当大卫正在南方 打败亚马利人的时候 在此同时 扫罗正在北方挨打 挨非力士人的打 当扫罗 被非力士人团团围住 无路可走的时候 被逼上了吉利波山的时候 大卫却在茫茫旷野当中 遇到了一个埃及人 成了他的向导 为他开了一条奇妙的出路 当大卫正在 奋勇杀敌的时候 杀亚马利人的时候 扫罗却被非力士人的弓箭手 追上 射伤慎重 当扫罗正要自杀的时候 大卫正在开庆功宴 在庆祝他的得胜 哇 这两个王啊 大卫跟扫罗 这两个元首 都是耶和华的受高者 而且都是同一位先知 都是萨摩尔所高立的 那请问为什么 大卫在三十章 却大获全胜 大得荣耀 而扫罗在三十一章 却一败涂地受尽凌辱呢 为什么这两个元首 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 为什么 因为大卫好不好 大卫是一个 英明 果断 慷慨 勇敢 合神心意的好王 而扫罗呢 恰恰相反 他不是英明 他是昏庸 他不是果断 他是自私 自私自利 他刚愎自负 他顽梗悖逆 他是一个坏王 所以这两个人的结局 也完全相反 截然不同 不但如此 他们个人所带来的后果 他们个人所结出的果子也完全不同 因为大卫 大卫一个人的勇敢 一个人的英明 他一个人的公义 给所有他属下的老百姓 带来了莫大的益处 莫大的祝福 莫大的荣耀 莫大的恩典 相反的 扫罗 扫罗因着他一个人的昏庸 一个人的顽梗 悲逆 愚昧 结果也给他属下 所有的老百姓 带来极大的亏损 极大的咒诅 和极大的羞辱和失败 但问题来了 请问为什么 为什么扫罗 一个人的罪 要连累 他元首底下 所有的老百姓呢 一个人犯罪 为什么别人都倒霉呢 难道扫罗的国中 没有敬前人吗 有没有 有啊 例如 大卫不在他国里头 被赶走了 例如 约拿丹啊 约拿丹就其中之一啊 除了约拿丹以外 我相信还有许多敬前人 就像以利亚时代的 七千个人 对不对 但问题是 为什么 这些敬前人 也跟着扫罗一块遭殃 一起失败 一起受羞辱 一起战败呢 反过来 为什么大卫 大卫一个人的义 可以造福他的井内 他的手下 所有的人呢 难道大卫的井内 没有败累吗 有没有 有啊 谁啊 记得上一次 四百个人回来 见到两百个人 结果他们当中的什么 匪累和恶人 就说 为什么要分给他们 对不对 所以大卫手下 也有匪累 有恶人呢 问题是 这些坏蛋 凭什么跟大卫 一块张光 一块蒙福呢 公平吗 好答案 答案是在 这代表性的原则里面 凡是在大卫 这个元首大卫里的人 就跟大卫一同蒙祝福 反之 凡是在扫罗 这个元首扫罗里的人 也跟扫罗一同受咒诅 但是还有第二个原则 很重要 第二个原则 叫做预表性 除了代表性 还有第二个 叫做预表性的原则 预表性原则 注意听 就是 旧约暂时的物质的祝福和咒诅 预表新约永远的属灵的祝福和咒诅 我再说一次 旧约里面 那个暂时的物质的祝福和咒诅 预表的是 预表的是新约时代 那个永远的属灵的祸福 换言之 旧约时代的祝福跟咒诅 只能够影响 到今生今世 肉身之内的祸福 却不能够决定一个人永恒的归属 不能决定一个人将来的命运 不能决定一个人将来永远的荣耀 不能 旧约只是预表而已 所以 那些跟随大卫的人 只能够得到今生的福分 但是不保证一定能够承受永远的圣灵 我再说一套 那些跟随大卫 大卫是他们的元首 跟随他人只能够得到今生的福分 得圣 得到礼物了 得到祝福了 只有今生 但不一定能够承受永远的圣灵 不一定 例如那些跟随大卫的匪类跟恶人 如果他们不真心悔改的话 他们就肯定不能得救 不能进天国 反之 那些跟随扫罗的人 哎呀倒霉啊 跟扫罗 他是我们的元首啊 也只能够遭到暂时的亏损 但是 不见得会失去永远的祝福 例如约拿丹 虽然约拿丹在地上惨遭不幸啊 死于非命 他跟着他爸爸一起失败 一起受羞辱 但是在天上 约拿丹仍然要得享永远的荣耀 约拿丹在地上一闭上眼睛 而再张开来 他就立刻看到天堂的荣耀 虽然约拿丹放弃了他地上的王位 但他在天上要与基督永远做王 虽然约拿丹失去了地上战时的国度 但是他需要承受那天上永不震动的国 约拿丹在世上至战至轻的苦楚 要为他成就那极重无比 什么 永远的荣耀 阿们 所以弟兄姊妹啊 我们可以安息在父神的旨意中 平静安稳 不管我们今天我们的元首是大卫或是扫罗 是好人是坏人 我们的遭遇是顺景是逆景 我们都可以欢喜快乐 我们可以感谢赞美 因为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得什么 得益处 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 阿们 尽管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 哎呀 乌烟脏气的世代当中 尽管今天的世界充满了痛苦 充满了眼泪 充满了罪恶充满了死亡 充满了天灾人祸 哎呀还有许多不公平的事情 许多想不通的事情 尽管如此 我们仍然可以欢喜歌唱 我们可以仰望我们的主 信靠我们的主 记得那首歌吗 这是天赋世界 求主教我不忘 不忘什么 罪恶虽然好香得神 天赋却仍掌管 这是天赋世界 我心不必忧伤 上帝是王 天地同仓 歌声充满万方 哈利路亚 他坐着为王 洪水泛滥的时候 他仍然在掌权 但是除了感谢赞美之外 我们还能做什么 我们还有当境的本分 我们不是回教徒 也不是佛教徒 他们相信宿命论 什么叫宿命论 命中注定了 神都决定了 你动也没用 不动也没用 他都定了 就顺其自然吧 听天由命吧 不不 我们不相信宿命论 我们相信的是预定论 不是宿命论 我们要尽上人的本分 我们有责任 我们要做出正确的选择 当然啊 有些情况由不得我们 譬如约拿丹 他不能选择自己的爸爸是谁 对不对 我不要扫了 他就生你了 你没选择 他不能选择自己的爸爸 自己的君王 自己的国度 都由不得他 照样我们也不能选择 自己的父母 神决定了 你不能决定你的家庭 不能决定你的兄弟 你的姊妹 不能决定你的背景 或者你生在什么地方 我不要生在广州 我要生在华盛顿 你就生在广州 很多事情都由不得我们自己 身不由己 但是 有些事我们可以选择 我们可以选择 我们住在哪 对不对 可以选择你的学校 可以选择你的工作 你长大一点 你可以选择选择你的朋友 选择你的配偶 对不对 选择你的教会 可不可以选 很多教会啊 远一点 照样可以去啊 对不对 你可以选择你的行动 你可以做很多选择 对不对 当我们有选择余地的时候 我们要珍惜神给我们的机会 要担起我们的责任 尽上我们的本分 就算有时候有诸多的不便 或者要付出极重的代价 你为了去一个好教会 要跑老远的路 去 你要挺身而出 你要做出正确的选择 激烈雅比人 十一到十三节 就是个好例子 好榜样 尽管啊 以色列人在 非利波山之战惨败了 记得吗 如今以色列军兵都一同死亡 同归于尽了 一到六节 以色列的百姓呢 都弃城而逃 他们困苦流离 第七节 以色列的仇敌呢 正在亵渎 夸慎 气焰嚣张 八到十节 尽管如此 这些激烈雅比人 却没有认之 听之 他们没有坐以待毙 没有放弃 没有听天由命 我们来看看 第四点 以色列的勇士 就是激烈雅比人 他们挺身而出 尽上本分 我们来读 十一到十三节 同身读 激烈雅比的居民 听见非利士人 向扫罗所行的事 他们中间所有的勇士 就起身 走了一夜 将扫罗和他儿子的尸身 从博山城墙上 取下来 送到雅比那里 用火烧了 将他们骇骨 葬在雅比的垂丝柳树下 就近十七日 好 第十一节 激烈雅比的居民 他们听见非利士人 向扫罗所行的事 记得 非利士人 割下了耶和华的寿膏子 以色列王的头 把头砍下来了 又把他的头颅 钉在大滚的庙里头 又把他的盔甲 挂在雅斯塔路的殿里头 又把他的尸身 还有扫罗的儿子尸身 一同赤裸裸的钉在 苏山的城墙上 当他们听到这些事 这些激烈雅比人就 挺身而出 他们敬上自己当镜的本身 你记得 这些激烈雅比人是谁呢 撒上十一章 当扫罗起初登基作王的时候 扫罗曾经拯救过他们 那个时候 亚门王拿霞要挖掉 激烈雅比人的右眼 对不对 以此凌辱说的以色人 他们就打发使者 到处求救 结果扫罗听见 就被圣灵充满 扫罗就意怒填音 然后扫罗就 把一头牛切成筷子 托付使者 传送以色全境说 凡不出来跟随扫罗撒姆尔的 也必这样切开他牛 于是耶华使百姓惧怕 他们就都出来 如同一人 哇众志成成 就打败了亚门人 跟拯救了激烈雅比人 这是扫罗一生当中 最辉煌 最荣耀的时刻 他做的最好的一件事情 但是可惜啊 好景不长 过了没多久 扫罗就堕落败坏 就偏行几路 但是这些激烈雅比人 蒙拯救的激烈雅比人 始终没有忘记 扫罗的救命之恩 如今呢 他们报恩的机会来了 他们当中的勇士 就铤而走险 他们渡过了约旦河 走了一晚上的路 闯进了敌人占领的地区 把扫罗和他儿子们的尸体 从博山的城墙上取下来 送回自己的老家 雅比 然后呢 又把他们的尸体用火烧了 通常啊 犹太人是不火葬的 但也许如今他们的尸身 已经腐烂了 他们就破例 把尸身焚烧了 然后把他们的骸骨 葬在一棵大树底下 还禁食了七天 我相信啊 这些激烈雅比的勇士 冒这么大的险 老远的路啊 跋山涉水 把扫罗跟他儿子们的尸身 抢救回来埋葬 不仅仅是为了 对扫罗的感恩 更是为了神的荣耀 你想想啊 耶和华的寿高者扫罗 赤裸裸的悬挂在城墙上 这不仅仅是扫罗一个人的羞辱 更是以色列全民的羞恥 因为扫罗是以色列国的元首 他是元首 他代表整个以色列国 他是耶和华的寿高者 是为了神的荣耀 也为了报答扫罗王 激烈雅比人的勇士 就勇敢的采取了果断的行动 把扫罗跟他儿子尸体 就抢救回来埋葬了 后来在撒下 撒末尔记下第二章 扫罗死了以后 大卫做了王 大卫就特别赞赏 这些激烈雅比人 这勇敢的行动 他们挺身而出 尽上了自己的本分 就是怎么样 我们中国人俗话说 滴水之恩要怎么样 永泉相报 扫罗对激烈雅比人有恩 他们就知恩图报 尽管扫罗很多缺点 很多过失 很多罪孽 但是激烈雅比人也没有忘恩负义 他们抓住机会挺身而出 报答了扫罗的恩情 懂什么 既然如此 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 对你我更是恩情深厚 他不像扫罗 他没有罪 扫罗很多缺点 主耶稣是无瑕疵 无斑点的 神的羔羊 无罪的 他更是我们的勾L 记得吗 勾L 什么意思 救赎主 他是我们的救 他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舍命流血 付出 仲价把我们赎回 他拯救我们 不仅是脱离人的手 脱离亚门人的手 他乃是救我们 脱离罪恶的权势 脱离了地狱的勇火 如果激烈雅比人都知道 报答扫罗的救命之恩 那么我们岂不更当 献上自己做活祭 来报答我们的主耶稣 报答不尽的恩情 那个大恩 大德 我们如此事奉 乃是理所当然的 这是我们当境的本分 好 最后 以色列的第一位受高者 谁啊 扫罗 死在哪 基利波山上 那么以色列的最后一位 受高者是谁啊 耶稣基督 死在哪 加略山 也就是各各他山上 扫罗王 是因着自己犯罪 他反叛悲逆 他罪有应得 他自遭咒诅 而死在基利波的山上 而主耶稣 不是因着自己犯罪 那位无罪的神的羔羊 却在加略山上 各个他的十字架上 担当了我们的罪孽 代替了我们的咒诅 扫罗是自遭咒诅 基督是担当我们的咒诅 扫罗王是因着他自己反叛悲逆 结果被赤裸裸的挂在 博山的城墙上 自取羞辱 你反叛悲逆嘛 但主耶稣 我们荣耀的君王 却存心顺服父神的旨意 以至于死 他不是反叛悲逆 他乃是顺服 因着顺服以至于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他是为 不是为自己 那是为我们的反叛悲逆 受尽了羞辱 死在十字架 扫罗是因着自己罪孽深重 所以他最后迫不得已 要扶刀自杀 是不得已的 就死在基利波的山顶上 他心不甘情不愿的 死就死吧 但主耶稣 因为圣洁的神的儿子 他没有犯罪 不是被迫的 乃是心甘情愿的 为罪人舍命 死在各个他的 加略山顶上 约翰福音第十章 主说 我父爱我 因我将命舍去 好在取回来 没有人夺我的命去 是我自己舍的 我甘心情愿舍的 我有权柄舍了 也有权柄怎么样 取回来 是的 我们的主耶稣 他不但甘心舍命 他更有复活的大能 有复活的权柄 因为生死的大臣 抄在主耶稣的手里 他掌管生死的钥匙 扫罗王 篡夺了主耶稣的权柄 他把这个钥匙抢过来 把自己杀了 但主耶稣却顺服 父神的权柄 把自己的命舍了 甘心舍了 不但如此 他更从死里复活了 因为他说 我有权柄 把我的命舍了 也有权柄 取回来 感谢主 他是复活的主 他是荣耀的主 他是得胜的主 他胜过了死亡 他有权柄 扫罗王 以色列的第一位受高者 在基利波山上 惨败了 而主耶稣 以色列不是第一位 那是最后一位受高者 却在加略山 各个他山上得胜了 主耶稣基督 胜过了罪恶的权势 胜过了死亡的捆绑 他从死里复活了 胜过了撒旦魔鬼 胜过了肉体 胜过了世界 胜过了死亡 胜过了罪恶 罗马书八章一节 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 就不定罪了 在基督耶稣里的 就不定罪 听什么样 虽然我们天生都生在亚当里 亚当本是我们的元首 我们的头 因此亚当一个人犯罪 我们都受了连累 受了牵连 遭了咒诅 我们都活在亚当这个元首的罪恶里 罪恶的阴影下 死亡的权势中 但是感谢我们的元首 耶稣基督 他是我们的救赎主 他是我们的Goel 他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舍命 为我们流血 为我们长青罪灾 把我们赎回来 是我们不在亚当里 乃在基督里了 请问弟兄姊妹 你愿意来投靠在耶稣基督 我们的元首的翅膀下吗 你愿意 悔改 从你的罪中 悔改 从亚当中 转过来 来信靠 我们的元首 救主耶稣基督 神的受告者吗 你愿意选择 基督耶稣 做你的元首 做你的主 做你的王 做你的头吗 这是我们当今的本分 信靠他 悔改 信靠基督 信耶稣不仅仅是 哎呀 有困难的时候 一时 遮遮风 当当雨 临时抱耶稣脚 哎呀 我要考试了 哎呀 我要上庭了 哎呀 我有难处了 我要找工作了 赶快耶稣 来来教会 混一下 不 不是一时的 我们的元首 得到他所有的祝福 他得胜 你也得胜 他战胜死亡 以赞胜死亡 他的义成为你的义 他的得胜成为你的得胜 他的祝福成为你的祝福 在元首里 我们使用他身体 我们就得到他一切的福分 但是不要忘了 第二个原则 不仅是代表性 还有预表性 旧约预表心愿 他所赐给你我的 不见得是旧约时代的 征赞的得胜而已 不仅是旧约时代的 眼前的好处 物质的祝福而已 他所赐的乃是 所预表的那个 属灵的祝福 天上的永远的基业 永远的福分 你我信了基督 不见得在地上会升官发财 不见得一帆风顺 今天很多人都搞错了 对不对 信耶稣神就要祝福我 我信了他 他怎么不帮我 不见得 神没有这样的应许 但是他应许的是什么 将来的 在基督里面永远的福分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 新造的人 就是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 在基督里 因为如今在基督耶稣里 看见 那个藏身在我们的元首 耶稣基督里的 就不定罪了 我们的罪得赦免了 因性称义了 得到属天的永远的基业 永远的福分 在基督里 他赐给我们天上 各样属灵的福气 以佛所书一章三节 请问你愿意来 信靠耶稣基督 加略上各个他的得胜吗 愿意吗 我顺便提一下 你来聚会 基督是教会的元首 神祝福你 每次你发现没有 不管你信主不信主 你信的好 信的不好 每次来聚会 我们在元首耶稣基督 奉他的名聚集 在他的翅膀樱下 我们都蒙福 所以大家愿意来聚会 但是很多人 紧紧来凑热闹 你没有进到基督里 就像在大卫手下的人 哇 跟着大卫这六百个人 还有肥肋 还有恶人 没有真正悔改 你得不到那个永远的福气 这是暂时的福分 不够 但愿我们今天这样的人 你现在真正的悔改 投靠在他翅膀樱下 不是一时得一些祝福 唱唱歌 来教会 好开心 不 你要得到那个永远的将来的 永远的基业 永远的福分 现在就来投靠在 我们的救赎主的翅膀下 阿们 我们来唱 你真是配 哦 主耶稣 我的心上这放作 何等喜乐 向你先上奏美 你这么负 我今反我耶稣说 全人为悲 会用你真是配 主的真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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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人为悲 会用你真是配 你这么负 我今反我耶稣说 你的永远 因为你真是配 你这么负 是真是又是真人 你叫哪一尝 你适合 我今晚和你 你准枉 你 calculations 也没有 我情爱我的书说 滴滴药药 因为你真是非 创作的主 竟然被守作天人 你是个人 你是父我将为 你不自相 被神情都没人恨 你不再说 竟然被我能够 祝你真是非 祝你真是非 赞美你会 唯有你真是非 你真是非 我情爱我的书说 你不永 因为你真是非 你真是非 我情爱我的书说 你不永 我情爱我的书说 你不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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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如今全會嗎? 祝你真是黑 祝你真是黑 讚美你會 唯有你真是誰 你征服 我請拜我言書說 你的榮耀 因為你真是黑 神人如今 像我這樣最熱 也能謀主發雪救贖 因我追過 使它求懂 因我最多是祂受辞 其你的爱怎能如此 我从我身尽为我死 其你的爱怎能如此 我从我身尽为我死 我的心灵花年被求婚房 被追跑回忧安无荒 祝愿他祝福过荣耕 是否决心往安饶房 昨天看我记忆的释放 我亲爱的随你一千万 其你的爱怎能如此 我从我身尽为我死 不再听罪名为情 我在不畏惧 耶稣与他所有祖国 我活在永活圆手里 传奇功一声揭摆意 万战金道 神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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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 中文字幕——YK